完美世界,第二季曝光,火里儿险些被吞,狱祖险神威,十号惨被爆打。 还有一集完美世界动画第一季就要宣告结束了,而眼看第一季要出完了,官方也是为第二季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宣传,并且提前放出了第二季的预告,而第二季的内容相当精彩,下面一起来分析下吧。 01火里儿加戏,却险被巨兽吞噬。 就官方新放出的预告来看,居然给火里儿加戏了,这里火灵儿和十号等人同框,很明显他没有按原住那样回到火皇身边,这样果然是好事。 但是火灵儿却会陷入极其危险的境地,因为补天阁负面是注定的事,连阁主都逃不过,火里儿实力不够逞英雄也是送死,果然下一幕他就碰到了一只黄金巨兽。 也不知道来自哪个势力,张开血盆大口就要吞噬火灵儿,关键时刻还是十号将火灵儿给推开,但是他自己却受了重伤,果然女人只会影响荒天地的速度。 而火灵儿接下来不知道怎么样,但我觉得他还是躲起来好,不要逞英雄了,第一季也一直是脱油瓶,每次战斗都是被人欺负的下场,白虎那一场就算了。 白断山连猴子手下都打不过真就战力堪忧,感觉他大半时间都没有用来修炼,而是由山完水去了。 零二玉族大献神威,联合吞天阙覆灭补天阁。 本来按照原著来说,维公普天阁的势力有神山莱克和吞天阙以及穷奇等强者,还有一些小家族如拓跋家族等,但是看动画预告,显然删减了很多势力,原本的拓跋家族和神山莱克等应该是都删了,只保留了吞天阙和穷奇。 值得一提的是,本来原著没有过多描写的羽族这次居然出现在了战场上,很显然羽族也参与了覆灭补天阁一战,而且不出意外的话,这场覆灭补天阁的战争就是他们主导的,他们也将联合吞天阙一起铲出补天阁。 而这样改变也好,10号本就与他们有大仇,这次补天阁覆灭后,10号更没有理由放过他们了。 030号惨被爆打,贵也和季灵终究无力回天。 第二季预告的最后,可以看得出10号浑身是血,额头也被打出血,并且成头下脚伤的姿态,显然被敌人给重创了,只是不知道打伤她的是谁,但是10号应该会借这个机会突破第十洞天,最终成功突围,以待日后报仇。 但是鬼爷和补天阁纪灵这边就不妙了,两人和立大仗吞天阙居然处于下风,补天阁主没有看到他的踪影,不知道他事先被羽族干掉了,还是后面和吞天阙交锋中被干掉了。 最终补天阁纪灵先撑不住了,贵也也终究无力回天,伴随着滔天的火光传承久远的补天阁就此被复之一句,但好在10号霍灵尔他们逃出来了,那就还有复兴的希望,以后他们还会回来再见补天阁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再见。